老师拿着镊子轻轻一拽 竟然从男孩脖子里拽出一颗喜之狼果冻 他QQ弹弹 还在不停地跳动 他知道事情不简单 于是想查明原因 可教学楼里到处都是这种红色果冻 他顺着踪迹来到地下室门口 轻轻推开门 窝了个乖乖 房顶上爬满了各种各样的怪物 于是捡起宝剑不停地挥舞 被击中的怪兽瞬间变成了果冻 根本不堪一击 这时小帅看到门开着 就走了进来 却看到老师拿着玩具 手舞足蹈的比划着 原来他看不见怪兽 只有开天眼的小美能看见 不过出于好奇 他们打开更深处的门 这里跟海底世界一样 里面各种鱼儿游来游去 小美拿起宝剑又是一顿乱砍 而小帅身上有个透明结界 怪兽根本伤害不了他 这时他发现一块许愿石 想看看后面写着什么 可刚翻过来 小美就被弹飞 学生走着走着 下一秒就摔倒在地上 不一会儿就躺了一大片 空中的鸟儿不停地尖叫 突然体育馆的门被打开 学生们疯狂地跑了出来 不过跑步的姿势非常怪异 好像有人在后面推着似的 随后来到教学楼 争先恐后地向上爬 没多久就来到楼顶 随后用身体撞着铁栏杆 还不停地向上爬 即便手被扎破了 也丝毫不觉得疼 幸好有清醒的同学拉着他们 这时小美拿着宝剑跑了出来 踩着女同学用力一跳 敲在男孩头上 她就掉了下来 随后一个个不停地敲击着 暂时摆脱了危机 突然地面裂开无数缝隙 不停地凹陷 吓得人们四散奔逃 下一秒就出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人们都倒在了地上 随后洞口越来越大 从里面钻出一头怪兽